長長人龍一圈又一圈 還有人出動板凳坐著等 什麼東西這麼夯 台北捷運地下街 最近經常出現這幾項 做一個有專屬意義自己的游泳卡獎 它就是只是剛好是想要送給朋友而已 很興奮 然後很開心 然後可以專屬自己的游泳卡 手機裡珍藏的照片 不管是旅遊回憶或寵物偶像 上傳後編輯文字和相框 60秒就能獲得一張獨一無二的悠遊卡 快速客製化成為最大賣點 推出四個月已經累積7萬人次使用 在IG掀起一波打卡熱潮 很多人不知道幕後推手 是老字號半導體公司 其實之前如果說一張一張的 那種客製化其實在網路上 是有人在做銷售 可是它的時間可能就要3到5天 它們是沒有辦法讓你自己去做編輯 那我們這裡 我們的設備這邊本身的軟體 是可以讓你有一些編輯的功能 半導體公司不只生產記憶體產品 還是悠遊卡和一卡通的主要供應商 至極已生產超過8千萬張的交通卡 關鍵技術在卡片裡的晶片 封裝製程難得公開 每一顆晶片細小道只有2毫米寬 別眨眼看這一顆顆晶片 貼在條帶上的速度有多快 接著進行打線封膠測試等過程 這裡也是台灣唯一的 SIM卡模組組裝工廠 大家使用手機都用到的SIM卡 有想過怎麼來的嗎 在桃園觀音就有全台唯一一間 製作SIM模組的公司 他們的產品24小時生產一個月 可以達到5千萬顆 銷往世界各地 在全球試占排名第三 全球一年的SIM卡需求量達50億顆 以往大陸製造商的代工費較低 奪下8成試占率 不過情勢在美洲貿易戰後出現翻轉 美國祭出多項管制 許多國家不能再買便宜的大陸製產品 特別是涉及個人隱私大數據分析的 SIM卡業務 這也讓台灣業者迎來商機 從去年美國中美訂聘管理的方式 以後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市場已經要起來 對我們有利切到一個差異化的 跟台灣空當場差異化的公司 所以我們這個是捲輪式的方式 在台灣沒有人有這個設備 在國際市場工程掠地 早已是台灣隱形冠軍 這回因客製化悠遊卡基台 打響知名度 接下來鎖定每年上百萬的國外觀光客 基台除了在北捷基捷外 將拓展到中南部各大景點 是交通票證也是紀念品 簡單一張悠遊卡變出不同花樣 靠差異化找到市場藍海 或許再宣告 希望此為止